超跑虽然人人都想拥有 但无奈也需要考虑下现实问题 大多数超跑往往价格不费 这就使得需求超跑爱好者注定与超跑无缘了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 超跑也并不一定都是富人的特权 比亚迪就圆了无数人的超跑梦 就这比亚迪万概念车的推出 又让不少人燃起了晨曦已久的超跑梦 从比亚迪透露的信息来看 比亚迪万的外形丝毫不亚于百万级别的跑车 前列部分的设计野性十足 尤其是头灯的造型 采用了戏长眼睛式的设计 又增添了三条纵向 LED灯带装饰 造型独特犀利 极具辨识性 车标被吐槽过无数次之后 也进行了改进 外形差强人意 但采用灯光照亮设计 也是比较新颖的 汽车尾部的设计也别出心裁 车顶后半部分并不像普通车型一样 以圆润的弧度连接车尾 它的造型更像是动物尾部的外形 再配以戏长的尾灯 夜晚看起来还颇有几分野兽的韵味 在动力性能方面 比亚迪万 搭载的是一款2.0T无论增压放动机 传动方面匹配的是热速双聚散变速箱 百公里加速表现为4.5秒 性能突出 跟许多经典超跑车型都有的一拼 比亚迪推出的这款国产超跑 可以用经验来形容了 不仅外形出了意料 而且动力表现也是如此优越 单单就这方面来说 比亚迪万堪称完美 竟然走的是平民路线 这款比亚迪万的售价仅为30万 价格十分有好 你会买这台车吗